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上南片 所谓上南片就是凤山溪上游的南边 这里就是我们罗家庄 田葛有宽有窄有高有低 只有好像迷宫一样 我跟萱萱乘着凉风 漫步在绿油油的稻田之中 真的好舒服 都来到客家庄了 当然要体验在地的哈嘎撩离 这回罗大哥要让我们在传统的三合院里头 跟阿波学习做客家摧薄 老师摧薄在这里称了 对啊 在这里有摧头时 有妻妙 家人 在香港的北向都教育 老师牛也做牛也吧 摧薄的 这样拌拌 没有好时 拌拌的时候 做好在拌嘛 然后去摆一摆 摧薄的一摆一摆一摆 摧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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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难喔 不可以啦 面好时 摧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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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辛苦努力的成果 终于要被送进蒸笼里头了 而接下来罗大哥 要跟我们分享 属于这间 百年三合约的小秘密 好 这个房子 最精彩 漂亮的 就是这个立面的部分 好 像你看这个竹节窗 我们听着听着 就好像念了一本好书 也让我们对罗乌书院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最棒的是 听故事的同时 我跟萱萱的摧薄 也出炉咯 妹妹你看 摧薄的度 辛苦了耶 很熟喔 对啊 很熟喔 妹妹 好香喔 好香 好香喔 阿姨 我觉得关系好好玩 我也很喜欢关系喔 而且自己做的摧薄好好吃 对啊 而且 摧薄的度 轻斗了